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及社区书报回收的途径 给大家一个在资源分类上面 一个很好的管道 另外一个我们给各个公司行号 公民营企业 尤其是有机密文件 跟一些档案之类的 那个公司提供一个销毁的管道 我们叫做水销 我先提第一项 员工及社区的书报回收 我们新务场会在每个月的 提供两天的时间 给社区及员工呢 在这两天来做书报的回收 作为回收日 各位只要将家里的 用过的 看过的 书本 杂志 报章 甚至一些目录 全部把它分类 整理好 纸箱的归一类 其他的归一类 然后在指定的日期拿到我们新务场来 你用小货车 你用自己的小轿车 或者你自己搬过来都可以 那可以在我们新务场这边 换一些家庭的纸张用品 比如卫生纸 纸巾 或者是纸抹布 厨房纸巾之类的 第二个就是水销 水销这个名词呢 各位可能第一次听到 就是用水将文件 纸张的文件销毁 不同于睡纸机 还有用火去烧毁 为什么要用水销呢 因为纸张可以回收再利用 再来纸张可以不用给环境造成负担 如果您拿去分化炉 用火去烧会造成空气污染 纸张烧完了变成灰烬 什么也没有了 那拿来新务场用水把它给融化呢 我们可以回收再利用 至于哪些东西是要做 非常鼓励大家来做水销的呢 比如公司里面的档案资料 公家机关里面的文件 机密文件 军事机关 还有银行里面的有关人事 各方面的高科技的机密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拿来新务场这边做 用水来销毁 销毁的过程 只要40分钟 各位只要把纸张 装箱整理好 那到新务场 新务场会有专门的人员 引导 陪同兼销 销毁完之后 我们会开一张销毁证明单 证明说这些文件 确实是在新务场 彻底销毁 销毁的过程 我们会注重环保 也会注重环境的安全 我们有一个指定的区域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安心的作业的环境 如果我们回收一栋废纸 可以产生800公斤的纸张 可以减少20%的垃圾的回收量 可以减少75%的能源的浪费 也可以减少55%的制止的用水的浪费 更可以减少75%到95%之间的空气的污染 如果我们用原木头来制造纸张的话 一顿的纸张要砍20棵 树林在2040年的大树木 各位想想这是多么的浪费 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 资源回收 永续深深不息的再利用 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透过今天的影片介绍 各位应该对费纸回收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大家或许不知道 台湾的费纸回收率 在世界上可是名列前茅 我们为什么要 回收这么多费纸 来作为造纸的原料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费纸的纤维 可以一再的使用 一再的使用回收纤维 便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 维护地球的自然环境 第二个原因 使用纤维取代塑胶 等其他材质的原料 可以减少对地球资源的浪费 而且纤维在最终使用后 在环境里面可以自然的分解 或者当作燃料使用 完全不会污染到我们的环境 另外 在我们回收费纸的过程中 会分离出许多的垃圾 例如塑胶 木头 等等 这些我们便可以用来 作为燃料使用 产生蒸气 作为烘干纸张的一个能源 这样的话 便可以减少我们能源的消耗 进一步对地球的环境 做更进一步的努力 而达到我们所谓的清洁生产 善用资源 保护环境 生生不息的目标 最终我们更希望做到一个零排放的目的 完全回收我们可用的资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